咱们凡是学习书法的朋友都知道 王羲之的《蓝亭序》被公认为天下行书第一 这个《蓝亭序》流传至今它有很多的模本 但是最接近原作的 它主要有冯承树、于世南、楚遂良 他们三个人的模本 另外有一个欧阳荀所临摹的 悲客影印的这种踏本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冯承树的模本 普遍地认为它是最能体现蓝亭原貌的 因为它用双钩的这种模法 所以它最接近真迹 它的卷手前有一枚印叫神龙 所以后世的人们管冯承树的这个临本就叫做神龙本 还有一种临本就是 最能体现蓝亭意韵的于世南的模本 它的卷中有天力内府藏这么一枚印 所以就把它的这个临本称作为天力本 那么第三种就是最能体现蓝亭魂魄的楚遂良的模本 它卷尾有米符的一首提诗 所以管它叫做米符提诗本 还有一种叫做最卓趣版本 就是黄卷本 因为它这个模本它是卷本的 所以有些纸上的效果很难体现出来 而且它这个此地有崇山峻岭的领字 它在上面加了三字头了 其他几个版本那个领字都是领袖的这个领 所以管这个版本也叫做领字崇山本 第五种版本就是最能体现蓝亭风骨的 欧阳寻所临摹的定五本 这本它是在宋代勾到上时 后来发现在河北的定五 因此而得名它叫定五蓝亭 此碑早已遗失了 唯有踏本传世 这几种临本一直被人们所推崇 故而见仁见智 选择哪一个版本作为自己临摹的范本 还需要根据临习者自己的这种喜好来选择 这就是爱蓝亭序